咱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枝 看啊 这个枝条啊 这是主枝啊 主枝在这个 这一个枝条 你看啊 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啊 比较理想的结果枝 你看再看这个 这个比较粗啊 比较粗 这是去年结果果的啊 在这个地方结果果的 咱们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地方进行短节 这叫回缩啊 回缩 让它回到树 主干的基部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咱们叫回缩啊 回缩修建法 回缩修建法的目的是 让它回到这个枝条上啊 离这个主干比较近啊 离这个主干近一些啊 让它养分充分供应这个枝条啊 供应枝条 不怕它浪费啊 如果你走养分走这么远啊 肯定会浪费 咱们养分啊 所以咱们要 使要进行回缩啊 在这个地方 把它剪下来 这叫回缩啊 回缩 回缩到这个枝条上啊 咱们这个地方啊 去墙流露啊 流露的作为结果枝啊 它会长得非常好啊 这就叫回缩啊 咱们再看另一个啊 咱们再看这个结果枝啊 这个结果枝 在我们顺着这个我手地方啊 看这是一个好的结果枝啊 好的结果枝 花芽保满 再往上 这是结果果的枝条啊 结果枝条非常粗了 看一看 咱们这个地方啊 咱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修剪 这叫回缩啊 回缩啊 回缩到这个地方 让离这个主干比较近啊 这个地方不好 你看这个枝条没有发芽 咱们直接把它输出就可以啊 直接输出就可以 咱们为了让结果 又达到回缩啊 收结果的目的啊 咱们这个地方 进行啊 钻接啊 留这个枝条啊 这叫回缩啊 回缩 看呀 啊 明年这个地方会发芽 看一看 这有芽体啊 还有这个地方 好 咱们今天说这些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 这帮助就会看到啊 好了 那么 我们今天说 试试的